都说人服看面相 这个面相可能有些缥缈 但它也确实存在 下面小鱼举出四种类型的女人 看你选哪一种 第一种鼻梁起结的女人 所谓鼻梁起结 也就是鼻梁骨突出一块 就好像道路上下坡 显得很不整齐 这种女性鼻梁被称为起结 具有这种特点的女子 在性格上都比较古怪 脾气捉摸不定 心情抑郁不定 遇到一些不开心的事情 容易出现暴躁情绪 一般都不是太容易相处 生活中 如果我们和这样的女性相处 一定要留意 哪怕是开个善意的玩笑 也要把握个尺度 颧骨过于突出的女子 颧骨突出 不管是男人还是女性 都为权力的象征 但颧骨跟脸型 如果过于突出 则显得不太搭配 看起来非常影响美观 这样的女人 内心的占有欲是非常强的 喜欢对别人发号适令 即使自己没有什么资本 自我感觉也是非常的良好 希望整个世界都要围着她来转 说起什么事情来都比较绝情 第三种 印堂仔的女人 印堂是两枚之间 称之为印堂 印堂仔的女性 天生就有一种多疑的个性 一般不会轻易相信别人的话 且具有嫉妒心强烈 喜欢玩弄手段 如果身边有比自己要强的人 会想方设法在中间使唤 搬弄是非 挑拨离间 而构陷别人 很难成为真正的朋友 如果你是跟女人 如果你是跟女人 我也不建议你跟这样的女人 成为特别好的闺蜜 真犯不着成天去为她操心 每天提心吊胆跟她相处 这种女性性格都比较烈 爱真子 非要争执为上风才会把修 翻白眼的女人 翻白眼的女子 一般都是非常聪明的 但是同时也是一把双刃剑 因为她们内心的城府 也是出其深厚的 这种女子被认为是心胸狭窄 为人心狠手辣 不择手段 这样的女人在性格上 一般人都难以琢磨 且容易散电 做起事情来 善于有阴招 坏招 只要是她们想要得到的东西 就算想尽一切办法 哪怕危害别人的利益 也要达到自己的目的 这种女性 还有一种不认输的性质 就算是自己做错了事情 死的也要说成活的 为人不是一般的傲气 以上几点你知道了吗 你会选择谁